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優來聊姓 我是優娜 在上期的女性心器官大解密中 我們看見了英帝的原貌 知道她與性興奮息息相關 也見識到了各式各樣的英醇 知道不論是英帝還是英醇 只要沒有不舒服 就統統都是健康、正常且美好的存在 而今天要介紹的 就是迷思不雅於英醇 甚至多到可以自己做成一集 仍稱處女魔 但因為名稱實在帶來太多的誤會 所以在2005年瑞典性教育協會 就提倡改名的 傳說 陰道怪是蜜蜂女性陰道的薄魔 負責守護女性的癥結 這層魔會在女生第一次進行插入式性行為時 被陰莖穿破 並且流出大量的鮮血染紅床單 任何人都可以透過這層魔判斷女孩 有沒有過插入式性行為 你覺得這個傳說正確的敘述一共有幾句呢 將答案填在右上方的資訊卡吧 填好了嗎 那我們要公布答案囉 答案就是 零 沒有一句話是對的 如果你也很好奇傳說到底錯在哪裡的話呢 就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按好了嗎 那我們就開始囉 傳說第一句 陰道罐是蜜蜂女性陰道的薄魔 陰道罐的確是位在陰道口1-2公分處 粉紅半透明的魔狀組織 但為了讓驚血能夠排出題外 陰道罐不是蜜蜂的 它本身就有動 而且動的形式還有非常多種喔 即使是相同的種類 每個陰道罐的顏色、厚薄、尺寸、洞口大小與形狀 也會有相當大的個體差異 是跟和陰唇一樣沒有所謂的標準 幾具個人特色的存在 但凡事都會有例外 世界上也有極少數的女孩完全沒有陰道罐 或是陰道罐上真的一個洞也沒有 前者在生理上不會有什麼影響 但後者的影響可大了 這些女孩可能在進入青春期後 因為預計在體內的經血 導致經常性的腹痛、背痛以及排尿疼痛 嚴重的話 還可能導致子宮內膜異味症甚至不孕 所以如果你是正在經歷青春期 銀毛和胸部都已經發育 月經卻遲遲沒有來 而且有上述症狀的女孩的話 一定要盡早就醫檢查喔 傳說第二句 負責守護女性的癥結 不!陰道罐 它沒有任何的功能 真的沒有 陰道罐其實是女孩在媽媽肚子裡發育時 留下來的婦產物 雖然有少數的學者認為 她具有保護陰道防止細菌入侵的功能 但絕大多數的學者目前認同的還是 陰道罐 一點用也沒有 但說到人體中 已經沒有用卻還留著的器官或組織 其實還有不少喔 像是一點都不智慧 沒事躺著這樣痛起來 卻要人命的致齒啦 一點保暖作用都沒有 有時毛太長還會讓人很困擾的體毛啦 以及在動物身上用來炸毛藥物揚威 在人類身上只是起雞皮疙瘩的利毛肌 都是沒用的代表呢 另外開頭提到的癥結 也不是真正的學術名詞 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 這個概念沒有明確的定義 在生物演化上也不具有任何的幫助 理所當然的守護癥結 並不是演化而來的生物功能 而是人類文明在發展的過程中加諸上去的 傳說第三句 這層魔會在女性第一次插入式性行為時被陰莖穿破 由於陰道罐幾乎本身就有洞 與其說穿破 比較有可能發生的其實是撕裂 而絕大多數的陰道罐是屬於星月形、環形、換閃形 以這些類型原本的洞口大小 再加上陰道罐本身具有的彈性和延展性 只要陰道足夠潤滑 要讓陰莖通過、遣好髮無傷 其實是綽綽有餘的 根據研究顯示 有超過一半有過插入式性行為的女性 陰道罐是沒有任何撕裂痕的 但如果陰道罐恰巧是屬於動口較少的類型 就比較容易在性交的過程中產生撕裂傷 或是在嘗試使用棉條或月亮杯時感到異常的疼痛與阻礙 有些女孩會在嘗試的過程中慢慢的把洞口撐大 來解決這個問題 也有些女孩會直接尋求醫生的協助 當然如果是習慣使用衛生棉 而且沒有插入式性需求的女生 只要經期正常也沒有覺得特別不舒服的話 不做任何處理也是完全OK的喔 傳說第四句 流出大量生血染紅床單 由於陰道罐上並沒有太多的血罐 所以就算真的不幸的產生撕裂傷 流出來的血也是少少的斑斑血點 而不是血流成河的一大攤 根據一篇刊登於英國醫學雜誌上的研究 有超過六成的女性在第一次插入式性行為後是沒有流血的 而另一個重要的事實是 性行為中的疼痛和出血 更多時候其實是來自陰道不夠潤滑 以及過於粗魯的行為 造成陰道壁插傷而產生的 這是不論第一次、第10次 還是第100次性交都有可能發生的事 這不代表一方必須理所當然地承受任何的疼痛與傷害 而是在提醒著彼此 在性事上需要更多的溝通、嘗試與體諒 才能更加的幸福美滿喔 那…染紅床丹的傳說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故事要從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開始說起 在古代女性的地位相當低落 低到更加粗一樣被當成是男性財產的一部分 而這個財產最有價值的地方 不是顏值也不是勞動力 而是還沒有過性行為的身體 因為這對當時的男性來說 是確保女性生下自己的子嗣 將血脈財產傳承下去的最佳方法 而這樣的觀念就在日後融合了文化、宗教和道德觀 演變成了 癥結的女性必須將第一次性行為獻給丈夫 以及陰道觀是負責守護癥結的觀念 也因此從過去到現在的許多文明中 都流傳著各式各樣的方法來測試 女生有沒有過差入式性行為 像是古希臘的人認為 沒有這樣性行為的女生 乳頭都是嬌小粉嫩向上翹 中世紀著名的醫學書籍則說 試試女孩的尿都會是清澈透明前波光鈴巡的 古代的中國人則會逼壁虎吃下紅色礦物 再把他們磨成高狀物點在女子的手臂上 認為只要沒有過差入式性行為 這個名將手工紗的紅點就永遠不會消失 而在這些千奇百怪的方法中 最多人使用的就是染紅床單法 還記得前面提到 第一次性行為的女性約有六成沒有流血的這件事嗎 換句話說 近四成是會流血的 再加上古代的女生約末12歲就能夠結婚 而櫻道冠在還沒有進入青春期時 是相對厚、淺缺乏彈性的 在性行為上 當時盛行的也是女性要取悅男性 不太會談論男性該如何取悅女性 因此在彈性低、缺乏潤滑又不溫柔的情況下 受傷流血的機率就會大幅提升 另外 在許多推崇女孩守真的文明中 對於無法證明自己是癥結的女孩 是會給予嚴重的撻伐甚至殺害的 所以有不少的女孩會將家禽的血 裝在小罐子內 在昏暗的新婚之夜偷偷的傻在床上 好確保隔天的自己還要再見到太陽的機會 傳說最後一句 任何人都可以透過這層膜 判斷女孩有沒有過差入式性行為 不行,連醫生都辦不到 首先,有些人天生就沒有櫻道冠 而櫻道冠也可能隨著年齡的增長 逐漸的萎縮甚至消失 就算是天生有陰道冠而且還健在的人 讓陰道冠撕裂的原因也有白白種 除了性交以外 也可能是因為使用棉條、月亮杯、內疹或是運動意外 就算就算真的是因為性交導致陰道冠撕裂 它跟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一樣 傷口是會癒合的 一份針對239位青春期前與後的女性 陰道冠傷口癒合的研究發現 無論受傷的原因為何 除了較深的撕裂傷外 大部分的傷口都恢復到了難以判斷是否曾經受過傷的狀態 另外,也由於陰道冠本身就有多種樣貌 即使有裂痕也很難判斷究竟是先天還是後天造成的 所以,以陰道冠判斷女孩有沒有過性行為 是件準確率低到谷底的事情 那到底要怎樣才能知道一個女生有沒有過性行為呢? 很簡單,有禮貌的詢問 如果她不願意說,就欣然接受 因為沒有任何人有義務告訴你她的姓氏 愉快的聊聊就到這裡啦 恭喜你獲得一雙可以立馬破解陰道冠傳說的火眼金金龍 耶! 但在結束之前,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令人難過的事 世界上仍有許許多多的文化對這樣的傳說深信不疑 每年因此有無數的女孩被迫做毫無根據 且讓女孩感到收入、痛苦和創傷的童真檢查 有無數女孩因為檢查結果遭受毒打甚至殘殺 有無數女孩不惜花大把鈔票、忍痛將陰道罐、洞口封到最小 好在新魂之夜後能保住性命 雖然這些文化聽起來離我們非常非常的遙遠 但其實這些傳說也默默的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它可能讓人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不自覺地以毫無功用的發育遺物來判斷女孩的價值 可能讓女孩的性自主權被剝奪、被物化 成為留給未來丈夫的禮物 可能讓女孩為了保護這份禮物必須活得小心翼翼 不敢使用棉條或月亮杯 不敢觸摸自己的陰道、不敢看復刻 生怕一不小心自己就沒了價值 也可能讓女孩在被性侵後 不敢開口向人求救 因為一開口就好像是在宣告 我髒了、我沒價值了 甚至會被指責不檢點、被告知 給不出禮物的女孩是不會有丈夫珍惜的 她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 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 連她都覺得是自己的錯 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她身邊 這段話出自房思琦的初戀樂園 一段由真人真事改編 關於小女孩如何被老師誘奸的故事 而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 也都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如果你也覺得這個議題很重要的話 歡迎將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一起讓越多人練就破解陰道怪傳說的火眼晶晶 把可惡的傳說變成真正的歷史 我是Yuna,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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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傷人 跟誰 合理 跟誰 有 我們下次見